從頭到尾就只關注在 這些霸良團體 然後給謝國良他們那邊的反應的時段 僅僅只有7秒多 那其他就什麼都沒有 那請問一下 你這不是在輪圍人家的操作宣傳工具 那又是什麼呢 欸 早安 你要去上班喔 你要去哪一站啊 一大早 基隆市長謝國良 就在基隆火車站開直播 與民眾互動 還現場發放政策筆記本 那我們有一個小筆記本 我們也發給所有的通勤朋友 謝國良開啟選戰模式 零距離接觸民眾 改變戰略恐怕也是忌憚 拆良團體的威力 誇張的是身為國家電視台的公視 台語台新聞專題節目 台灣記事部預告片跟正片上線 內容卻都是宣傳拆良行動 再也痛批公視東場化 公視昨天針對這個霸梁行動做出 假報導真宣傳的一個影片 其中差不多11分鐘影片裡面 國良市長出現的論述只有不到一分鐘 公視遭再也批評不言了 但其實替執政黨暗酸政敵早就不是出犯 包含過去疫情期間 公視台語台臉書就以介紹 冷消微的台語搭配神四前台北市長 柯文哲的插圖暗酸胡說八道 另外2019年486先生的粉專留言中 出現了地瓜粉含疾混的改圖 公視台語台趁機搭熱潮 以介紹地瓜粉的名義暗奉韓國瑜 而且插圖主角背後的陳字 也讓人刻意聯想是指陳其邁拿著地瓜粉 而且公共電視現在很多高層像他們台語台台長 意識形態超重的 常常在臉書上面發表罵在野黨的言論 去跟上層表忠 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 公視的所作所為 我想無非就是替執政黨 來完成他們的政治任務 霸良團體聲稱以政黨顏色看待公視 是抹滅人民自由發聲的權利 但領國家預算卻是替執政黨打擊政敵 恐怕不是以自由一詞就能猛混過關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報告人謝寒冰 這次民進黨為了宣傳霸良 那居然完全不演 就直接把公視 這個應該要公正公平 是拿所有納稅人錢來設立的電視台 然後直接變成民進黨的宣傳工具 我覺得這個是超級誇張的 因為公視當初叫公共電視 也就是他應該要是成為全台灣人的電視台 也就是專門報導 跟台灣人的公眾利益相關的東西 那他不能夠有任何黨派之師 那也不能夠有任何意識形態 他就應該是老老實實的 去關切大家都關切的一個事情 然後呢 這個現在公視一直長期接受 政府單位的這些譽註 那每年都要捐給他9億 然後台灣的一些相關的文化部門 也不斷的挹注他一些資源 那可是這樣挹注來之後 理應要發揮公正公平的公視 完全沒有出現這樣的功能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幾年公視越來越偏 越來越像民進黨的御用電視台 那過去一些本來還保持的 看起來比較中立的節目 要不然就停播了停播 要不然就是整個轉向 完全不演了 直接去講民進黨好棒棒 就算沒有真的直接攻擊 也用各種迂迴的方式 拐彎抹角的方式 去講在野黨什麼什麼東西不好 然後政府的什麼什麼東西 民進黨的什麼東西好棒棒 那整個霸梁的過程已經如此誇張了 那現在直接用公視的資源 去拍所謂的紀錄片 那紀錄片正常我們都知道 紀錄片該怎麼拍 紀錄片應該是正反兩方 都要有一個報導 那而且正常應該什麼時候拍 你應該等霸梁有結果出來再拍 不是嗎 不然的話你怎麼完整記錄 所有的事情 你只講到一半 講到一半之後 請問一下那後續結果 到底如何 你不曉得 那為什麼要選在 罷免正在進行的時候去拍 很顯然就是為了宣傳 就是為了助攻 所以這就是民進黨直接用公視當成 他們的宣傳工具 直接變成他們的浮選利器 來做這樣的操作 然後呢 再講質疑啦 質疑了之後怎麼樣 甩都不甩你 理都不理你 繼續做 然後號稱公平的公視 你做這個紀錄片 你裝也要裝一下 好歹多問幾句說 謝國良那邊的反應如何 或是國民黨的人的反應如何 或是其他在野黨的反應如何 結果都不是 從頭到尾就只關注在 這些霸良團體 然後給謝國良他們那邊的反應的 時段僅僅只有7秒鐘 然後其他就什麼都沒有 那請問一下 你這不是在 淪為人家的操作宣傳工具 那又是什麼呢 這還好意思叫紀錄片嗎 這跟紀錄到底有什麼關係 紀錄民進黨怎麼樣讓公視變成打手 你是在紀錄這件事嗎 如果是紀錄這件事的話 那我覺得你幹得很好 NCC讓金電視上架前 董作裴偉自爆是蔡英文施壓 還有三立集團大股東違法入股中加 諸多爭議都還沒解決 現任的NCC委員王維京和林立雲 又大爆料說現在台灣新聞頻道 正媒集團化過度政治立場化 媒體成了政治部門的輿論宣傳工具 逐步形成台灣正媒共生集團 NCC委員自己承認 有這樣媒體怪獸失控的狀況嗎 誰的責任最大 當然還是把關的NCC不是嗎 那你前置媒體 讓媒體受執政者前置 只要不順我意的媒體一路追殺 你有一點懺悔之心嗎 不過王維京和林立雲 被翻出四年前中天換照的時候 曾經被質疑已經有新政 甚至被在野懷疑 疑似配合立雲黨政高層處理中天 噁心 當政治的筷子手把中天關掉 然後現在呢要臨走的時候呢 忽然覺得說 哎呀政治介入媒體 這不就是你們責任嗎 總統府密件裡面就已經流出來 當時蘇貞昌親信 就特別提到 要怎麼樣來配合關中天 而且果不其然 他們非常配合 是不是你政治任務結束了之後 就為自己來洗白 王維京和林立雲還說 台灣政媒共生集團 甚至透過政治和媒體影響力 介入政府人質和政策 甚至藉著土地開發牟利 這些黨執政立例 像是有綠媒大佬 和南部建商合作炒地皮 經手過建台水泥 85大樓甚至桃園揚美的農木用地 來賺取暴力 如果媒體集團可以挾著 他對於政治人物 還有政府的一個影響力 竟然可以去做土地開發 甚至在炒地皮 難道政府還要繼續的容忍嗎 監察單位有去辦嗎 調查局有去辦嗎 政媒共生結構已然成形了 如果沒有徹底把這個政府的組織 全部改造的話 這個現象永遠不會停止 綠營執政連NCC的卸任委員都踢爆 如今的環境已經是政媒共生 百姓就想問 這樣不獨立的機關 到底是誰造成的 首先啊 我比如講 這兩位委員過去確實 曾經在某一些會議裡頭 跟陳耀祥也就是主委 有不同的意見 好像是立牌綜藝 可是呢 如果你仔細去探究這兩個人的身份 當初所謂 就是他們流出來 所謂要殲滅中天的劇本裡頭 就是指明要這兩個人 扮演去封殺中天的打手 那後來 所有的事情就是按照劇本演出 中天也就被幹掉 所以這兩個人真的像他們所謂 展示的這麼客觀中立嗎 那如果真的是客觀中立的話 他當時看到陳耀祥 看到其他的NCC委員 如此不中立 如此淪為民進黨的走狗打手 他們當時就可以開記者會抗議啊 就可以說這個委員我不要幹啊 因為再幹下去 我不屑於這件為伍啊 結果不是 他們繼續幹 幹到任期結束為止 然後幹到任期結束的時候 已經沒有任期了 要回歸學界了 這時候突然發一篇 告訴你 正媒集團化 我們非常憂心啊 這樣子會破壞民主啊 你認為他們在幹嘛 其實很簡單 撇清啊 再告訴你 今天會淪為這樣子 不是我的錯 跟我沒關係啊 我回學校繼續去教書 好 去繼續當我的教授 繼續去騙人啊 這個就是 擺明了在推卸責任嘛 但他講的是不是事實呢 是 台灣真的已經正媒集團化 而且很明顯的 就是有一些綠色媒體的老闆 已經可以直接操弄NCC的人士 已經可以直接要求 誰來擔任政府官員了 媒體的大亨已經 影響力大到如此的地步 這還不夠可怕嗎 但是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即使這兩個委員講話 即使在一黨攻擊 然後呢 你看賴清德有回應嘛 你看卓中泰有回應嘛 你看民進黨 我把它當一回事嘛 他繼續讓翁伯中延任 我根本甩都不甩你 我繼續這樣做 你能把我怎麼辦 你咬我啊 所以這就是民進黨 現在在做的事情啊 我就是這麼up 你要怎麼樣吧 所以 如果沒有辦法 政權輪替 如果沒有辦法把民進黨拉下嘛 抱歉 這個現象只會越演越烈 永遠不會有結束的一天 NCC淪為追殺媒體的東廠嗎 兩名卸任委員林立雲 王維京 在公開信中 抨擊台灣變成正媒共生集團 恰好證實了 當初關掉中天 讓新聞台幾乎一片綠油油 一路沒收媒體監督權 成為事實 政治力染指NCC的痕跡 他指定翁伯中來當主委 所以你可以知道 整個民進黨他們 到底是被什麼樣的勢力 來綁架了 再加上NCC人事案 新智即將上任之際 行政院卻在總統公佈 法律才能生效的這個空窗期 指定副主委 翁伯中擔任代理主委 用舊法強行延長任期 行政院這邊的指示 這部分我想可能主要法律問題 可能還是要請教那個行政院那邊 立法院已經刪讀通過 廢除了NCC的關聯條款 總統馬上就要公告實施了 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派翁伯中來帶領呢 行政院是個小動作 不只是對立法院的不尊重 民進黨還要暗渡陳昌 還是要硬塞給這個NCC 這樣的一個主委 我們真的懷疑 在這段時間 他們到底要幹什麼 翁伯中代理屬於過渡階段 難以進行任何重大決策 或人事改組 也難怪在野之一 行政院執法玩法 這麼急到底背後盤算什麼 是啊 他們現在的目的就是這樣子 實際上老實說 賴清德跟民進黨做法 已經公然違法 為什麼呢 理由很簡單 視線歸視線 在視線結果還沒有出來之前 既然立法機構已經通過了這個法令 他就必須要被執行 不執行 這些政府單位就是怠惰 不執行這些政府單位就是違法 那民進黨現在就是找這種藉口 告訴你說 因為還在視線 因為還沒有真正通過 你狗屁耶 你都已經 賴清德自己都宣佈了 因為你不得不宣佈 因為你不宣佈 十天之間這法就自動過 所以這個法其實已經成法 他就該被執行 是賴清德故意不執行 是民進黨故意不執行而已 所以他現在整個的操作完全是違法 但是民進黨有怕過違法嗎 他有在乎過這件事嗎 沒有啊 我就這樣幹了 你怎麼樣 在野黨很多人還打算跟他講道理 還想要跟他就法論法 不要搞錯了 民進黨從來沒在跟你玩什麼就法論法 民進黨在跟你玩的就是賭身家性命啊 因為對他來講失去政權 政權就是失去身家性命 人家在跟你拼命 你在跟他講法 真的不要太天真了 拜託再講振作一點 昨天有接到那個行政院這邊的指示啦 那由歐部主委啊 來依法來代理 我們一切啊都是啊 就是依法辦理 不會有所謂的喔 NCC拿有特定的立場 嚴任缺乏正當性 政媒共生全都敢講了 綠共真的事不宴了 專制政權 在NCC組織法的修正的時候 清清楚楚 萬年條款 就是人自從以前還沒過之前 他可以繼續嚴任這個事情 已經被拿掉了 翁伯仲他的任期到什麼時候 今天啊 7月31號啊 行政院沒有顧慮到 這個有違法的問題嗎 我覺得立法院應該強烈的抗議 水辣 獨裁第一步 啟動 張希希該廢除了 都是為了特定人事做事 毀線亂正只能是民進黨 翁伯仲用指派的方式 根本是漠視立法院最後的法案的決行 我們難道通過的立法 行政院可以 不遵守嗎 直接不演了嗎 直接就完全不遵守我們這個通過的法律 其實這也是嚴重的一個危險的行為 NCC好大哦 40%贏了 這個跟小老鼠上登台 偷油吃一樣 用這種好像類似榮譽式的犒賞 讓翁伯仲在歷史上留下 曾經擔任過NCC的主任委員 對於打手的犒賞 這個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 獨立組織被玩爛了 還有臉說民主 會失去公信力 也是你們自己做出的成果 別謝責 看到這兩個委員啊 發的公開信啊 這讓我覺得 噁心 ㄟ 當委員的時候呢 當政治的筷子手 把中天關掉 要臨走的時候呢 忽然覺得說 哎呀政治怎麼可以介入NCC啊 政治介入媒體 又想要洗白自己 在任部長 卸任才講 那之前是當米蟲 這不就是共犯嗎 厲害了 負責當官就好 我真的覺得非常噁心 這讓我想到一句話 士大夫之無恥 士謂國恥 這些人士謂素餐 不知廉恥為何物了嗎 預備 筷子 親道 柴 選 Cast 準備 沒 ept 變 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